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妈妈母所属公司RBW 对粉丝们说谎 导致浪费了粉丝们为华沙准备的100份便当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月10号 华沙的粉丝在网络上爆料了 所属公司RBW的恶心 粉丝Amo表示 为了华沙以及华沙主持的综艺节目的工作人员们 准备了100人份的便当 送到公司事先通知的配色地点 但是因为一直都没有收到什么回复 所以就去确认了一下便当的下落 结果发现公司通知的是便当前的讯息 在拍摄行程有了便当之后 公司并没有另外通知粉丝们 然后在与公司联络后 粉丝们再次将便当送到公司重新购置的地点 但是到达那个地点后发现 那里也没有拍摄 没有任何一位工作人员在那里 后来在联络节目制作组之后才知道 当天的拍摄已经取消了 粉丝Amo上传了所属公司发给自己的道歉文 公司承认了自己的失误 并表示会重新准备100人份的便当 提供给华沙以及工作人员们 然后也说道 虽然不是很完整 但是已经将部分便当跟蛋糕传达给华沙了 不过在收到公司回复的第二天 妈妈们为了世界巡回要出国的时候 粉丝们来到现场问了华沙这个事情 期待着一人高兴的样子送的礼物 哇粉丝们真的会很伤心吧 那么用心准备的 在粉丝们问华沙的那个影片 因为是在华沙面前 粉丝们只能说哎呦不说别的话 真的好心疼 这RBW办事真的是 对于RBW的傻眼行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传IG照片后 秒删的草莲与黑底 首先是草莲 1月12号 草莲在IG限动上传了一个照片 但是没多久 就因为引起了19斤争议 而下架了该照片 然后草莲在推特重新上传那张照片后表示 因为有很多淫乱魔鬼 所以删掉的IG限动照片 后面的猴子只是在吃屎子而已 吃吧 这个确实有点那个 还以为又被网友们黑了 这个的话可以理解 这张照片应该不会黄标吧 然后就是Heddy上传的照片 Heddy上传这张在超市拍的照片后 没过10分钟就下架了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Heddy公开了与母亲的聊天内容后 来解释为什么下架了该照片 下架的理由 IG最后第二张照片拍的不怎么漂亮 看起来比实际大两倍 很可爱呀 嗯 不是 大家有没有说在上传照片之后 家人或者是朋友们说 拍得也不好你干嘛上传那张照片后 下架的今天呢 我呢 没有 因为我再怎么拍得不好 上传再奇怪的照片 银山也会觉得 所以不会让我下架照片 我们下架了 我们下架了 那我们下架了 我们下架了 我们下架了